歌曲播放 Good morning 阿臘仔 約姐今天來和大家去吃日式燒烤 這間位於台中西團區的日式燒烤 是屬於黃品集團裡其中一間的食市 之前已經開了很久 但一直沒有嘗試過 今天就特意來嘗試 之前在台中吃過幾間類似的燒烤 一間叫深深燒肉 一間叫茶綠 另外有一間叫雅庫 三間我覺得評價都不差 但是深深燒肉最近加了價 我看它的菜單就覺得一般 所以我就選了這間叫元宵的燒肉 試一下它的品質CP值高不高 我們選了一個二人套餐 一千八百九十八 即是為港廁不夠五百元的套餐 裡面是包含了牛肉 豬肉雞 沙拉 另外我們的飯是加了三文魚 所以是需要加錢的 最後是會有一個甜品 還有每人有一杯飲料 大家一起看看我們這次套餐 到底有什麼顏色 牛肉的部分 它總共是分五樣的 首先第一它拿了一盤 上面有三盤不同的牛肉給我們 這一碟三盤 肉質是比較好的 我估計那個價格是比較高的牛肉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是不錯的 但是不可以跟和牛比味 不錯 再來就是這個醃了的牛肉粒 雖然它醃了 但是它的肉質不差 因為它裡面有加了一些菠蘿去醃製 菠蘿本身會使肉可以軟化一點 因為菠蘿裡面的酵素會令到蛋白質好容易分解 所以這四粒牛肉吃下去的口感都不差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加錢的三文魚拌飯 台灣的三文魚叫鮭魚 拌飯一人一碗 吃下去的口感不差 不會說很黏 蠻好吃的 它會幫你拌好了 放進碗裡分好 然後才給你 那服務來說 我覺得這間一般不算是很好 也不算太差 這個黃品集團 本身它以前的服務是出了品很好 但是它近幾年換了CEO 所以我覺得服務的品質沒有以前那麼好 這幾片牛肉是我們吃了整餐裡面 覺得最好吃 肉質最好 最豐富 口感 有少許一日後即化的感覺 我們兩個都覺得 這四片牛肉應該就是這個套餐裡面最貴的肉 再來就有一個牛扒 這個牛扒服務生會幫我們燒的 不需要自己燒 因為這個肉 我覺得它的脂肪比較少 所以比較容易燒到硬 所以服務生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說了 一會兒它會過來幫我們做的 它燒烤我覺得是OK的 它這個牛扒雖然看上去 明知不會說很軟熟很滑的 但是它們燒了之後 就真的不會說太硬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都不差 當然不可以跟剛才的片尾味 另外它有六個小的配菜 類似是一些酸蘿蔔 或者泡菜 還有一個酸木瓜 有六款的 配菜你是可以隨便添加的 那你吃過哪一種 覺得好你就跟它說 叫它再給你就可以了 燒好的牛扒 就會放在碟上 剪好一塊塊 上面灑了一些玫瑰鹽 另外它也會提供一些生菜 或者紫蘇葉 也在而可以添加的 用來包著肉來吃的話 就會不會太老 但是我自己就喜歡夾它的泡菜 或者是酸蘿蔔 因為它的泡菜和酸蘿蔔 都蠻好吃的 放牛肉下去一起夾來吃 會不會太老 而且會開胃一點 台灣的燒烤一般 都會有這些配菜 下一次如果跟學生 有機會來台灣吃燒烤 可以試一下這樣吃法 再來就是豬肉和雞 最左邊那個 現在我夾起這一塊 就類似梅頭 接著那邊就是五花腩 最側邊的就是雞腿肉 我覺得這個就沒什麼驚喜了 就很普通一些雪藏的肉 當然它的品質不會太差 但是也不是特別好吃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韓式的 燒五花肉 它那個肉會舍得比較厚 至少1cm以上 要需要燒久一點 燒完之後 就要剪開一條條來吃 它吃下去的口感比較彈牙 比較豐富 跟這個來比較的話 我就覺得那個更好吃 還有它這個豬 就一般的 沒有什麼豬肉味 幾年前我曾經吃到一間叫茶綠 又是吃日式燒烤的 我覺得在台中吃了這麼多一間 暫時來說我都認為是茶綠最好吃 首先第一 它的套餐裡面是很多東西 比我們這個套餐更多 基本上這個二人套餐是夠三個人吃的 再來它的肉是比這一間更漂亮的 因為我也有兩三年沒有去吃過 所以要再去試吃才可以介紹給大家 不知道它現在的品質是否跟以前一樣 之後我們又再來兩款這種牛肉 這兩款就很一般了 因為它的脂肪比較少 吃下去的口感也是比較粗 不可以燒太久 台中第一間很出名的日式燒烤 是叫屋馬 但現在台中人其實都很少吃過屋馬 因為日式燒烤現在真的很多 所以競爭都很大的 今個月頭我們在旺角 吃了我的那間屋巴燒烤 我覺得屋巴燒烤的牛挺好吃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這個套餐計算加一 以及我們剛才加了切的三文魚套餐 是大概2400元台幣買單 折合港幣差不多600元 我剛才有說過茶綠的份量 會是比較多的 價錢可能跟它差不多 所以如果茶綠現在的品質 跟之前是一樣的話 我覺得茶綠的CP值會是比較高 這間我只會給它3分 因為我覺得人均300元 其實在台灣可以吃很多東西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拜拜